詞曲 李宗盛 生命是一趟感恩之旅 生命殿世與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圓滿生命 生命殿世與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圓滿生命 破法是什麼 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是我們 它可以令我們 心向時辰 但獲得永恆不變的快樂 詞曲 李宗盛 這夢裡 是什麼 是萬物深深呼吸的自然發生 一切皆因緣卻而殘忧 由因緣深而消失 緣深緣滅就是真理的現象 當我們無從了這幾人的發生 也就是大想解脫之事 當我們無從了這生命的發生 也就是把想解脫之事 所以我會留在一起 你也就是把想解脫之事 你會留在一起 寶寶 寶寶 還可以留在一起 很久 這次是把想解脫之事 就是把想解脫之事 你也會留在一起 那一個天 我會留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意思 代表有一千尊转轮圣王的世间能力 更有衔接迁佛圆满的佛力的加持 所以你没有世间的能力 那你就算有一千尊佛的力量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一定要有世间的福报 一千尊转轮圣王的福报能力 再加上千佛的智慧慈悲的加持 那你才能够真实去救苦救难 千万不要忙着修法念经 但是却不了解世间 所以有时候有人找我出家 我都跟他说 你先去开一家素食店 我可以投资你 你亏了就不要来找我 因为你完全没有世间的能力 那你出家干嘛 出家 人家世间人要你解决的是世间的问题 你来用佛法可以帮助他解决世间法 还进一步呢 引导他走入真正的修行的方法 而并不是说 你很会读经典 很会打坐 很会送仪轨 但是世间法一点都不懂 那佛法存在要干嘛 佛法是要解决世间轮回的苦的 所以你必须有世间圆满的 这种资粮 所以汉传佛教 重的是菩萨的因跟发心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以这个为基础 那我们才来用菩提心的 本尊的观修仪轨来帮助他 这个叫福慧双修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我看到汉传佛教 太会修福报了 但是呢就活在福报的这种 金钱的快乐 甚至我也认识很多菩萨 每天来跟我见面 师父我要布施多少钱 多少钱多少钱 然后从来不谈空性啊 佛法啊 我也觉得好可惜 但是也有见过一些修行人 每天在谈这些智慧啊 空性啊 但是却没有一点点 世间的能力或福报 那对他来讲 佛法也没有意义啊 就像一个人每天在研究药 研究药 制作很多药 但是呢 没有去实验过 也没给人吃过 只是赞叹药的好处 所以 经律论 仪轨 通通重要 所以 念佛 诵经 持咒 通通重要 不能偏哪一边啊 但是最重要的 是从经路守文 因为经是佛陀所说的 那我们不了解 再从论去看 祖师大的帮我们了解 佛陀在说什么 然后呢 进一步要去实践 要去接触众生 了解众生的需要 而且据好众生的缘 这些事都要做的 那修仪轨 灌顶 那是已经真实累积了 广大的质量 发起菩提心 那你来修仪轨 那才有意义 因为仪轨就是像 你做皇帝一样 你有皇帝的力量 但是一个 不了解这个国家 不爱这个国家 不接触这个国家老百姓 一下就让你做皇帝 要干嘛 没意义吧 所以才说 密称 有他的圆满的 心灵的修行方法 但是呢 他必须配合 实际的 对众生的悲心 跟了解 跟因缘 跟福报 如果一个修行人 说他没钱啊 那你过去没有修 因为这个 不思词戒 忍辱你都没修好 你一下就要 跳入空性的智慧 然后以这个空性 发菩提心 要来修 以鬼闭关 对你意义不大 因为你连福报都没有 所以不要执着福报 那也不要执着这个高 那个低的 我认为修密宗比较高 我认为令人经比较高 因为没有高跟低 因为对一个想要成佛的人来讲 世间的一切 他都要有 都要有理律表 所以不分南传 汉传 藏传 佛讲了这样子的教法 他不是要让你分开的 因为你要成佛 对小秤的人 你要小秤的教育方法 对于汉人 有汉人的教育方法 对于比较 修藏传佛教 藏传教育方法 他并没有说哪一个高 哪一个低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 大秤经典 如果你是研究藏传 你会觉得 哇 这境界多高啊 就这样 这不是一般的 这是佛的境界啊 所以 我想这个是 各位一定要深入的 我只是把 《初盖章菩萨所问经》的 一些重点 这是里面的重点 修行的四十八法 我们来读诵 但是读诵是为了实践 讲解是让你了解 去实践 而不是讲解听完 懂了就算了 文 诗 这个讲解是我们问的 释迦牟尼佛转这个大法轮 要跟我们说的 如何成就广大心 这个我们要成就 如何成就清静心 这每一条我们都要实践了 所以呢 我们念一遍 那我们虽然念如何的时候 你心里要发愿 我愿成就广大心 因为 《初盖章》为我们问的 因为我们要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实践得到 成就广大心 到最后 第十十八条都要圆满 我们先念一遍 如何成就广大心 如何成就清静心 如何修行如海 如何成就随应变才 如何成就要说变才 如何成就欢喜变才 如何成就信顺说法 如何成为说法之师 如何善解法界 如何修得空性 如何修得无愿 如何修足词无量 如何修足悲无量 如何修足喜无量 如何修足舍无量 如何不忘失菩提心 如何修得宿命通 如何不离善之事 如何远离恶之事 如何不受世间法染污 如何成事供养如来 如何修余且行 如何善知试法 如何得生净土 如何不受胎生染污 在家如何行出家法 如何清静寅生 如何生起净信心 如何善解世俗地 如何善解圣意地 如何善解十二因缘 如何自我观察 如何心无疲验 如何奉行佛教 如何能得和颜悦色 而无忧愁 如何具足多闻 如何设受正法 如何成为法王之子 何以能知友情心意 根性 如何帮助众生 如何能过胜乐生活 如何能过安乐生活 如何修四色法 如何能得端正向好 如何能为众生所医治 如何能为众生之大要素王 如何勤修服刑 如何迅速成就佛果 好 你看菩萨多慈悲 为我们问了 从世俗题问到初世间 如何最后呢 如何迅速成就佛果 那菩萨这些资粮都要具备 而且真实去做 所以各位一定要 经是一条路 规法是一条路 什么路 成佛之道 那这个成佛之道 就要有善知识 引导我们 不偏离这个菩提道 成佛之道 所以叫佛为导师 法为道路 生且为善友 就像我们的祥导一样 那你一定要深入精障 但是这个深入精障 千万不要骄傲 因为我发觉很难 因为很多知识分子了 他只要一深入精障 久了 他就有一点傲慢 他就要讲那个 人家听不懂的那些了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你越深入你要越谦虚 当你越上求佛道很深入 你如果不谦虚把压到自己到底的话 那种谦卑 你马上会生起这种傲慢 因为你会看不起其他的教法 看不起其他宗教 看不起没学佛人 那你这个就是中毒了 反而伤害你 这叫增赌 增加你的傲慢 增加傲慢没悲心 那你就算把整部佛经 三藏十二部都背下来 跟成佛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在这一点 当你越深入 那你要越强烈的感受到众生的苦 而为众生苦在闻事修在努力 所以这四十八条 没有一条不重要 当然我们今天念不完啦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哪一条 譬如这里面有个 如何能得何颜悦色而无忧愁 你不要再面奥面奥好不好 好久不久不久了 不然你是来这种什么 我老实说我每次坐在台上看下去 所以你一定要学何颜悦色而无忧愁 你不要心思重重 那你要怎么 那如何口才很好 如何具足事物量性 如何有神通 在家如何修出家行 没有一个不重要的 特别最后两条 最后两条已经为了要成佛 这两个最重要 如何勤修服刑 一直点灯 放声 帮助 一直勤修服刑 那个以全面圆满的心来勤修服刑 以菩提心来修各种的服刑善业 才能够进入迅速成佛 当然更重要 要成为众生的义子 倒数顶 如何能为众生大药素亡 众生很苦 靠领你这棵树 靠你这个人他就没有痛苦没有病了 首先你要让所有众生医治你 你所做的一切能够利益众生 这样去思维 所以各位最好把整部除盖 让菩萨所问经也不会太大笨 然后稍微从头到尾看一下 因为你想成佛 千万你不要说我那个还没修完 这个经不要看 那叫舍本竹墨 你该修该知道了你不去知道 现在我跟很多学藏传佛教有这样讲 如果你一开始就读论啊 然后就变经啊 然后就闭关啊 好像是对确实是错 因为最基本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你都没读过 最慈悲的妙法灵化经你不知道啊 那你这样啊 那你到汉人的地区来对你有帮助吗 你到汉人的地区来不是为了募款 你还有其他目的吗 而且你根本不了解汉传佛教是什么 也不要随便去侵犯到汉传佛教这么好的思想 叫人家跳过去 然后就跳到藏传佛教的修行 那是只是学到对方的文化而已 所以我想各位 你越想要帮助对方 你要越了解对方 像我去缅甸泰国 我不可能跟他讲大乘佛教 但是我跟他讲一种 很认真的慈悲的修四圣体的方法 不离开四圣体的方法 当然我去藏传佛教演讲 他们也会跟我说 其实你讲的都是我们藏传佛教的内容 我说这是汉传的 只是因为你不了解 你以为 这我们藏传最高 所以你不想学汉传佛教 你好可惜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比你有福报 我们大家都修得很快乐 我并不是放弃 也没有看不起 我只觉得我学你们的精华 但是你们要去看看 我们这些人很有精华的 那你这样才能够广度众生 难道你只想度泰国人 不想度华人吗 你只想度藏人 不想度华人吗 那你要广度众生 发起广大心 那你要了解所有众生的根气 所以我去天主教 基督教 我跟教友在一起 我去印度教 我要了解他们在修什么 印度人能够吃树就可以升天 专门讲吃树跟升天之道 他会拉着你 下回记得来 那慢慢你就可以给他进入 真正的一种无量的悲心 愿所有众生都升天的悲心 那进一步就为什么要追求圆满的智慧了 等等等等 那各位一定要善巧方便 好 请翻到第四页 意思是说了 简单的说了 你想要做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你不能光研究这些经济学 贸易学 这些是可以参考的 但是你真的要有实力 要有人际关系 要会观察哪一个地点 找哪一个主管 这个不是光看经典可以 但是他可以帮助你 你看经济学 贸易学 生育学 这些成功人 他这个可以给你那个一点方向 那实际上操作起来 那是两回事的 所以很多大学生硕士博士毕业了 到公司去上班 还不如扫厕所的厉害 你扫厕所有社会经验 生过小孩 啪啪啪啪啪就好了 叫你去扫厕所 天啊 整个卫衫子全部插管了 没有啦 因为你这个人不懂得做人 待人处事只会读书啊 那叫死读书 那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 除盖让菩萨所问经 一个佛教徒是为宇宙众生 在努力的 特别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是属于众生的 不是属于哪一个民族国家的 所以我经常跟西藏的上师说 你们不是西藏人 你要是出家了 你要是到了印度 到了某一个国家 我们是属于世界人士 为这个地方的文化国家 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帮助他 我们要融入于对方 不要在这边推广西藏文化 所以我们中国人 我到美国去 我去推广中国文化 那怎么渡也是我们台湾人 我还不如在台湾渡 到处都是台湾人 就是希望到美国 能够渡美国人 到日本渡日本人 那你要融入于当地的文化 不然呢 你只能 我在美国看到这样 缅甸渡缅甸人 泰国渡泰国人 华人渡华人 台湾庙 那这样以后 那只是一种地方文化 这样而已 那不能去渡到广大多元化的 那就不叫广大心 所以菩萨如何修十种法 得广大心 一 为令友情圆满 诸波罗蜜多 故 其广大心 所以希望所有众生 都懂得各种成佛的方法 因为圆满友情 最高的修行叫波罗蜜多 就是讲的三门也 快速成佛之法 所以希望所有众生 都得到释迦牟尼佛 成佛的教法 你要这样想 而不是说 光对台湾人 光对藏人 光对你的民主 是要 那你要去研究他们 他们需要什么 而且不断的这样祈愿 第二 为令圆满一切佛法 故 所以佛陀的教法 是针对所有众生的 那我们要能够了解 所有帮助众生的方法 而且要把这个方法 用在不圆满的生命上面 有圆满的佛法 就可以让不圆满的生命 离苦得乐 三 为令化度诸有情故 所以上求佛道 圆满佛陀一切教法 原始佛教 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 所有法门 乃至不丹佛教 西津佛教 尼泊尔佛教 藏传佛教 所有法门 那我都要圆满 那圆满在干嘛 因为 为令化度诸有情故 你千万不要说 我是台湾人 我只能度台湾人 我是高雄人 度不了台北人 我是华人 度不了西方人 那就好可惜哦 上回我们 我们湛江法师 我请他去英国 我住了将近一个月 他度了很多英国人 人家英文不错 有耐心 慢慢讲道理 这样就好了 因为英国人只讲道理 不修行 那你要很有耐心 跟他讲道理 那日本人呢 日本人就是佩服你 你这个道理跟行为做出来 他心里佩服你 日本人就喜欢这样 他心里佩服你 你什么都对了啦 这样 那你不能跟他讲太多道理 你要从行为上 让他佩服你 我们华人呢 你的人格吧 你给他的感受吧 等等等等 那你要去了解啦 那所以这些方方面面 去了解 但是你了解还不够 你还有方法呢 为令圆满一切佛法固 所以要法门无量试验学 那法门是要来对治众生的痛苦 跟无量众生的烦恼 那你要懂 第四 安坐道场 成就安要堕落 三秒三菩提故 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心要成佛的 我们最后要坐在金刚道场 一定要成佛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 化度所有友情 第五 陈正觉以为诸沙门 伯洛门天人 模范一切事间 转妙法轮故 各位要发大心 我一定会成佛 我能够对天人说法 我能够对六道众生都说法 为出家在家都说法 你要有这个超越的心 上帝 上帝很有福报 但是面对上帝 我都能够让上帝 信服你而为他说法 那因为世间的所有一切 那你都能够针对他们的根气需要 转妙法轮故 各位你要先发起这个心 千万不要满足了 我现在你看我高雄信徒那么多 我道场满大的 我就满足了 高雄在地球不过一小小块 对不对 你想想看台湾2300万 大陆14亿 哇 怎么比呢 印度也14亿 不得了了 我去美国看 哇 3亿多 不是说3亿多伟大 而是每一个人都很负责 我觉得美国人 欧洲人 你去机场就知道了 他每一个人都说我就是代表美国 天啊 你这么认真干嘛 你看真的很认真 每一个检查都好像有人在盯他 没有 他们都是每个人都很认真 你在路边乱丢纸线 他车子停下来就跟你讲你这样错了 那我们是念一念 要错了 对不对 与我无关 那是政府的事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特性 所以每一种民族那你都要去了解 但是你都可以针对他和让他成佛 转妙法轮 这个轮的意思让他脱离烦恼轮回 这个妙法是能够让他脱离轮回的 所以你要发愿 我要成佛 而且我成佛以后 能够为所有最高的天 最低的无间众生 都可以转妙法轮 六者 为令友情做利乐事 所以我们要引导所有众生 开始去断恶修缮 做利益安乐的事情 而且带着他们广大无边 带他们去印度 带他们去屠宰场 带他们去尼泊尔 带他们去魂牧区 都能够走到哪里 利益到哪里 所以各位今天到学校来 我们要想 我们要为这个河村技术学院 做广修功德 希望校长老师同学 替他们消灾 替他们拔肚 将来有机会呢 跟校长老师同学接触 告诉他们赚钱的 符合因果的赚钱又快乐的方法 要对他们有所帮助 周行无量无边 世界施舍化形固 那可以 所以现在有科技了 各位你电脑打开 尼加拉瓜是什么一回事 哦 斐济 现在斐济听说 那这边也有佛教 有很多华人去那边开道场 那斐济人是什么 要去度度斐济人 黑人耶 英国教育的黑人 那你要去了解 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 也能够修行 七 未以智慧之船 度诸有情 月生死暗固 我为什么要发广大心 因为我要做这个事情 以智慧之船 众生都在贪生师 溜到苦海里面 那我能够用各种的方法 让这些苦海的众生 一一上船 得到解脱涅槃彼岸 第八 世间一切无依无救 未作无归 无亲属者 未作依归亲属雇 你看 没钱也来找我 生病来找我 痛苦的都可以来找我 为什么你要发起这个广大心 你不能修行只为自己 所有世间无依无靠 无救无归 乃至不知道在哪里去轮回 乃至孤独痛苦的 我让他能够医治我 我要来照顾他 从世间法到初世间法 要引导他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归贪嗔痴 归名利 很痛苦 我们要让他找到真正的归处 第九 未令显示佛 大牛王 妙狮子猴 游戏诸佛 神通法门 如大龙王 神替 詹世 普遍观察沙门 婆罗门 天人 模范 一切世间 普令同获佛 功德顾 我希望各位在家里要这样念 像我如果一个没人 所以我喜欢一个人住 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念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意思 虽然有时候了解不是那么圆满 但是一次 两次 三次 就像我们研究心经 金刚经 你越研究越思维越实践越了解 但是不是关在房间里面 一千天然后研究一千遍 你还是不了解金刚经的 金刚经必须从境界里面去了解 智慧刚刚讲 是从接触 从爱里面 从痛苦里面去了解的 是以金刚经做蓝图 去接触众生 不然你怎么知道 什么叫空性 所以各位也要学佛一样 像大牛王做狮子 牛在叫晚上力量大不大 我昨天去台南 我们麻豆也叫得好大声 我说我们这边就没有牛 就问一下暂体是鸵鸟 鸵鸟叫这么大声 他就哄哄哄 很像牛一样 我想说牛蛙也没这么大声 我还不知道鸵鸟会叫 声音像牛一样 所以意思是说 类似这样 就是在寂静的夜晚的时候 突然有这么庄严的声音 佛大牛王 但是牛代表温讯 狮子代表一种威力 由你大牛王所表现出来的狮子吼 所以而且显现大神通 让众生哎呀 赞叹 所以就像大龙王 随时龙的眼睛很大 他随时在管着 老实说你在海里面钓一只鱼 啥泡尿啊 龙王都知道 因为龙王在认为 整个海都是他的身体跟世界 所以龙王的身体这么长 所以但是他每一个鳞片 他都有感觉 所以各位要普遍观察 就像你是一个保安员一样 站在门口谁进来谁出去 你都要知道 他们是什么根器 这个人是小偷还是有钱人 是不是住户 你都要有观察力 普遍观察 世间的人 修行的人 他们的根器 最后都让他们成佛 十 未令化度有情 聚佛威德 无粗色行 无难行行 无捏弱行 无悲下行故 发广大心 所以我们要让每一个众生 发起有佛的威德 而没有这种粗糙下流的行为 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也不用怕 所以呢 也不用觉得自己没办法 要各个让他们发起广大菩提心 成佛的心 他们都可以成佛 释迦牟尼佛可以成佛 阿弥陀佛可以成佛 过去造的业都比我们还重啊 但是各位都听我讲过 阿处如来 保身如来 阿弥陀佛 不空成就如来 曾经造下四个在做比丘 杀人放佛强奸 然后被开除 升级 开除他们 让秉除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造下地域营了 结果四个人 碰到一尊石头佛 生起惭愧心 如山一样的大忏悔 而发愿 后来还成就佛道 所以我想各位 你可能都没那么坏啊 但是 各个都 本师释迦牟尼佛做中间 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造了多少恶业啊 但是 他们都可以转变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要对整个世间 时时刻刻要发起 整个广大心 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佛 再来请翻到27页 我们跳着念了 我读经典真的是很乏喜 不想睡觉 而且我读完以后啊 我就这个想法 我为什么要读经典 我要去实践 我要为令众生都达到这个阶段 所以你就要很热衷的想要去告诉别人 而且各位呢 你讲话的时候 这个叫欢喜变才 让别人听了欢喜 又让别人了解道理 而且也鼓励他 他虽然想要自杀了 你跟他讲一讲 真的吗 我可以不用自杀就可以很快乐吗 甚至呢 他还可以去利益别人啊 那你千万不要一种批评式的变才 现在平常不会讲话 美朗美戈坎西 我在看电视 那个老公有小三 太太在后面骂 好厉害啊 这个拿来讲经说法 平常不会讲话 我还不甘愿骂起来就很厉害 这个就是颠倒了 这个就是一种嗔恨性的变才 那没有用 我们讲的是令别人欢喜 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欢喜 得一切友情欢喜变才 不但听你讲话很欢喜 不会睡觉很快乐 所以给别人很高的希望 那各位从今天开始要练习了 第一个 爱与 各位讲话温柔一点 体贴一点啊 特别对你的家人啊 特别对你的家人 那你要多多的去鼓励他 因为爱就是一种关怀 我刚刚跟你讲话是 为你好 安慰你 让对方听了喜欢 二者 习以面向远离平处 有些人看到不顺的 都还没讲话就嗯 这样 从他脸上就觉得我不爽 怀疑你 这样 各位 阿伯 你的脸很败 谁叫你去照这个阴干嘛 你只要看到不喜欢的 不好闻的 像有些人 我们在做烟共 他就嗯 完蛋了 烟共也嗯 你要说嗯 好香啊 众生又福报 你要这么说了 所以但是他们很喜欢 用脸上的表情 来表示他的不满 那各位千万不行 随时平静 欢喜 心如月亮 所以那对逆境呢 还是就像这个阿公阿嬷 看到孙子做错了 阿公笑笑 没关系 没关系 对不对 我发觉现在女人对老公很凶 对那只狗很好 抱得亲 对老公 谁谁亮 谁谁亮 因为他爱儿子嘛 那个狗字他儿子嘛 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那各位要开始照照镜子 问我的脸有没有这样 还没讲话就先翻脸嘛 脸要平静 光明 微笑 碰到什么事情呢 不要耍脸色 我今天看报纸 大陆有个领导被围殴啊 是不是 被一千多个人围殴啊 为什么 他们是那个小孩子疫苗问题 这位领导讲话就不太客气 耍架子 给他打的扁扁的 因为他不知道人家 小孩是他们的命 大陆每一个小孩是他们的命 既然小孩子打针出了一点问题 他应该出来 喔 对不起 喔 怎么办 对不对 他打官枪 官枪 像穆监年被打成肉这样 你耍官枪 对错也要很温柔 对方就算对错也要很 不能太讲话 不能指 第三 如意语 意就是他的道理 我们要 依意不依语 就是你要知道他的意思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第四 如法语 符合英国 符合悲心 第五 平等语 你对谁讲话都要很认真 事实上怎么练习 你怎么跟你老板讲话的 你要用这个方法 所以很多女性是 师父 阿弥陀佛供养红包 我都要讲回去对你老公也要如此 不然你老公看到我会很嫉妒 因为有些人在我面前吃饭 夫妻来一直跟我夹菜 我还有一点他心动 他老公已经不爽了 同样男人你看对他那么好 对我那么糟糕 我就很怕 老公催我 我老婆变心了 去爱上和尚了 这下我事情大了 所以我想各位要讲话 要关系到任何人 要让别人都觉得面面俱到 六者不至高 虽然我们你懂一些些 那你永远 我是为你服务的 我所有懂的是为了奉献给你 而不是我高高在上 搞专利啊 这样子 不至高 所以这些你要背下来 因为你这些做到 你才可以成就欢喜变才 老实说啦 因为我自己在办电视 很多法师讲经说法 也有很多法师很主动 拿他的片子拍好啊 请我们去录啊 问题是他听了我都不想听 他讲我都不想听 还叫我们信徒听 因为他让 第一个他让人家看起来不欢喜 然后讲话好像有内容 听了会睡觉 那我就跟法师说 我要不要帮你找个经纪人 我说他会翻眼 你的发音有没有标准 你的表情好不好 你的眼神三角形就要睡了 你的眼镜是老花眼 那你这样 我们这个是电视呢 像明星一样呢 那这个要不要改一改 所以我有一次去摄影棚啦 有个法师脸很黑 那我们那些技术员呢 法师我给你抹粉 看起来皮肤一样好 我那个法师快翻眼了 我就跟说你们错了 是我们灯光是亮条 他皮肤就会白一点 你要跟他抹粉 对不对 像我这个人去他就要帮我抹粉 他说师父你这个太亮 反光 我说是你灯光要打浅一点 什么叫我抹粉 我们这个亮才好 不然你要叫我暗料 你没有打坐这一块不会亮 我跟你说 你硬塘发黑 保证你完蛋 所以他不懂 我说你做摄影师也要懂 怎么样去塑造 第七 不亲他 所以各位不要看不起别人 看不起别人以后你讲话人家讨厌 第八者 无染拙 你讲话也不要逢淫八截 因为你有钱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我才要跟你讲话 那以后 你有这个分别心 以后你讲话大众不喜欢听 九者 无触脑 讲话不要故意刺激别人 所以我想各位有家庭非常好 这是你修行很好的祝愿 你很容易讲话去靠世咱太太 这样啊 因为人虽然已经在吃树了 他还是喜欢穿个高跟鞋啊 对不对 他虽然在吃树 他很喜欢拿骨子骨子的 倒下的 很多老公就 就是这样 学佛 念人家 我说你要很诚恳拉着他的手 老婆你再跟他说吧 你这样讲话这么苛刻 怪不得你嘴唇都薄掉 以后你去讲话人家不喜欢听 因为你触脑到别人 对方就是有缺点才需要佛法 但是你不用把佛法当针去扎人家 很痛的 所以各位讲话要小心 无触脑 死者聚种种变才 那各位要学习啦 所以你要研究经典思维啦 藏传佛教 格鲁派特别强调变经啊 这一点也是我们要 因为这个道理他们不断的辩论 所以他们各个五大论倒背如流 但是也因为这样 如果没有很强烈的悲心 就会有傲慢性 所以那这些要 要学好这十种法 那现在各位读过了 后面还有几种不一样的变才 那也去解释 请翻到二十八页 那菩萨能以爱语 那能令众生悬生欢喜 所以你要学爱语 然后众生就会欢喜看到你 菩萨者就解释前面 常见悉仪善相 远于凭错 神情忧愁 令众生悬生欢喜 所以各位要不喜欢笑的 多看弥勒菩萨啊 多微笑啊 所以以前我师父很厉害 有一位考上博士的来出家 脸白白戴着深度眼镜 脸像僵尸 我读书人 博士嘛 那他要来出家 我师父说 你就 每次法会你就站门口负着笑 笑没 还没笑三天就跑掉了 我师父说顺其自然 这是给他机会嘛 因为他就 他以为这边是监狱喔 因为你没有服务众生的精神 所以我师父这个人我很佩服他 来尽量走 去随缘 他不像我还有一点重感情 又不见了 又跑掉了 好可惜喔 那我师父就随缘吧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你要练习 要练习 好 我们再跳一下啦 时间的关系 老师说 我每次看到天黑啊 我就完了 法会要结束了 各位要离开我了 我活着是为了讲佛法 事实上我从早讲到晚 昨天也讲 今天也讲 但是 我有时候想说 哎呀拜托啊 暂严法师来讲一下 暂时法师讲一下 不行我要负点责任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重点讲完 翻到五十二页 五十二页 慈悲喜舍是无量心 当然大称更重要悲心无量 但是慈悲喜舍都要看了 那我只是解释一种 第十三 菩萨如何具足悲无量 菩萨若修十种法者得悲身具足 我很喜欢佛陀讲的这个身 这个身就代表 你的身体就是慈悲的化身 就看到你的外表 看到你走路 你就很慈悲 就像那个阿公阿嬷 已经修到很柔软 看到我们就拉在我们的手 吃饭吗 太慈悲了 阿嬷真好啊 那菩萨就要让人感受到这种悲无量 所以我们 我们观音菩萨一直流传到下来 从唐道以前 以前都是男相 庄严相 到了宋朝 所以我希望各位你们去菩利 菩利那个博物馆 他就把观音菩萨形象的 各朝代的演变告诉我们 那因为到了有一个朝代 这个男人打仗都打死了 就剩下女人在拜 所以就把她做成女人像 原来如此我都不知道 所以那因为女人苦嘛 男人都枉 所以说做女人像 那至少无论如何观音菩萨 就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慈悲 特别观自在菩萨 那种悠游自在 没有给我们压力 那做过菩萨也要如此 卑身俱足 所以各位你要不断的去 用你的身体下心含笑去慈悲 所以那一天有人在跟我讲话 合掌 师父 我要出家 我看到他的手就 我就发抖了 哎哟 那个手好像杀人的 那个手就知道他杀业很 这样 不然他不会有那个手相 所以各位你回去要看看 你的手是杀人的 还是是点烟共的手 是放生的手 还是杀鱼的手 是好色的手 还是清净的手 是布施的手 还是小偷的手 看得出来的 那因为你要把你这个像修好 一者 见诸苦恼 无救无依 无归去者 菩萨见你发起菩提心 记住哦 你看到一只动物要被杀 哎哟 这叫慈悲心 但是多少钱我都要把它救下来 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一种承担众生苦的责任 所以他讲了发菩提心 我只要看到听到 所有各种众生 现在报纸很容易看到 这些痛苦无依无靠的众生 这么努力却不知道 生死轮回的众生 我们建议要发起这种悲心责任 承担他的苦为他而修行 二者发菩提心以求所得法 那首先所以我一直强调 各位要去了解 人各种民族非洲汉人 有钱人没钱人 动物各种的苦你要去接触 那你才来求法 不然你求什么法 我要修大威德 我要修度母 我要修大悲众 你为什么修不知道 因为听说这个法比较好 比较高 大家都会说我也不能不会 那你这个跟慈悲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是知道众生苦 而为众生求 这个需要帮助他的方法 三者 利苦勤求得法成义 不畏有情做大利益 所以哎呀我的妈妈得癌症 那我要为所有癌症的方法而去努力 而去求这个帮助癌症的方法 从生到新的方法 那你既然已经找到这个法了 所以历劫勤苦求来这个利益众生的方法 那我要如何让这些不一样痛苦的众生 得到这个法的利益 千万不要出卖佛法 我发觉很多人出家去念经赚钱 赶金颤 甚至为了寺庙的建筑利用佛法 办这个法收入比较高 办那个法金钱比较多 但是他不是以悲心在做 他是因为我寺庙要钱 为了经济上在修 那就毫无意义可言 所以各位这一点 你去跑道场可以 但是你要看这个道场有没有具足悲心 所谓善知识是一切为你而存在 叫善知识 我是为它而存在 也不要去利用别人的痛苦 来达到你金钱的目的 寺庙盖起来 但是没有悲心有用吗 所以试着 后面就很重要了 众生有众生的烦恼 如何来对峙他的烦恼 又能够让他圆满菩提心 试着 千贪有情 另行不失 所以你首先你不能讨厌吝啬的人 千贪的人 你还要接近他 所以你要爱与 你要有辩才 你要等等 然后呢能够让他去布施 布施以后可以得到福报 布施可以消除他的千贪 一般人读到这个 就会想我有没有千贪 我要去布施 但是这个世界千贪的人太多了 但是你不能对他 生起烦恼心 你要对他生起悲无量 而为他求这个法 武者悔戒有情 令辞境界 那我们 我很喜欢去监狱啊 因为在监狱啊 我可以真心流露 来安慰他们 而且让他们生起希望 给他们讲因果 慢慢的希望他们不再吸毒了 不要再去造这些恶业啊 所以对于毁损戒律的有情众生 我们要令其 这个令代表一种威德哦 威德哦 你要有这个威德力哦 因为你而改变哦 能够手持清净戒律 六者称心有情 令修忍行 那首先你要断除称慧心 而且你有忍入的功德 来回降给他 感动他 所以就能够令他也修安忍行 七者懈怠有情令发精进 这个叫慈悲哦 慈悲就要让众生能够离苦 又能够让他成佛 八者散乱有情令柱定心 所以各位要修禅定的方法 很多人很多老菩萨 他很想修行 阿弥陀佛很想拜颤 但是他碰到烦恼 或是他儿女产生一些病苦死亡的时候 他完全脆弱掉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那所以禅定的功夫你要有 除了回降给他引导他 九者无自有情令修智慧 不是不聪明 很聪明的在追求欲望啊 赚钱啊 四字变充啊 但是你要有这个威得力引导他 让他看到真相 死者 菩萨为利益有情故 不以艰苦坏死退转菩提盛行 所以发广大心为了众生 那前面这九条 你为了利益有情虽然很痛苦 就像佛陀以前做菩萨 被弥勒菩萨为发心钱打了 这个故事你都听过 八万年 剩下几天 但是他不会艰难 所以不以艰难坏死退转菩提盛行 哪怕你今天努力到 已经自己得癌症快死了 你还想要再帮助众生 我只是做一个示范 各位呢 广大的经论啊 一定要每天排出两个钟头 四个钟头都没关系 然后呢去闻死修 你也不要读得快 读得快没用 读得快有读的功德而已 我们是读诵思维抄写 然后要实践 还要弘扬 自己做还要引导别人做 所以要福慧双修 千万不要每天一直去布施 每天去做那个 就做同样的 那你就没有广大 所以你一定要圆满一切了 但是我知道我们 特别高雄的菩萨 哦 做念哦 火供哦 放生哦 很多人去 哦 读经了 睡 然后读不下去啊 因为没有在读啊 你也没叫我读 怎么读都是地藏经 钥匙经 其他都不读 也不是地藏经 钥匙经有错 而是你应该 发起广大心 不一样的人 你要有不一样的读 对老师怎么讲话 对校长怎么讲话 对男人 对女人怎么讲话 对有钱人 对穷人怎么说话 对众生 你要去度狗 你要有狗的经验 你要有爱狗的经验 甚至你有观修 跟狗拥抱的经验 你要让狗也愿意接近 因为这些你都要学吧 菩萨若修十种法则 得不忘失菩提心 太重要了 保持正念 就是不忘了菩提心 不离开菩提心 而再修菩提心 何等为时 第一个 远离惨款 各位不要 逢迎八截讲虚伪的话 或是喜欢覆盖自己的缺点 而且凸显自己的优点 狂 又忏许又欺狂 特别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就是 就是要忏狂 不然他怎么做生意 把不好的掩盖起来 把好的那一面 这样他可以赚钱 那所以叫奸商奸商 执行是道场 所以各位一定要 把这个忏许虚为欺狂 一定要全然的放下 那爱丙柱 第二 我发觉我们修行 年纪大不是不能修 而是年纪大那种习气 以前是老板 走路就是老板的样子 然后呢 就是很凸显自己 怕人家看不起他 怕人家欺负他等等 第二 正而无趋 清静洁白 远离追求 犹豫分别 不要为了钱去做事 不要怕东怕西 我们有佛法 我们很有福报 但是我们要依教奉行 正而无禅取 内心呢 身口意呢清净洁白 不无所求的 去放弃佛法 不要为了世间法而放弃佛法 不要怀疑 不要有这个好那个不好的分别心 三者 受持佛法 你所听到了 你所看到的经典 你都要接受 持就是实践 就像抓着不放 心里意念的众神苦 意念的菩提心 那你今天读过了 你每一条都要做 要受持佛法 适者以法而不密习 太重要了 不要懒惰 今天我们所夺的所有的佛法 是为了供养布施给众生的 那各位认识我那么久了 我没有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 也没有说我们懂而不想的 没有的 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 真的是没有什么秘密了 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的 我们就要尽力而为 而且要主动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懒惰 懒惰 我去跟他讲佛法没用吧 我也不想讲佛法 我自己修行就好了 我跟他讲了个有用吗 没有用也要说啊 没有用也种个上根也好啊 所以各位要为了众生而研究 而修行佛法 无者 所以要远离法间 就是说懂不愿意说 甚至讲了人家听不懂也没意义 所以各位要有那个悲心 很愿意去弘扬佛法 示现佛法 不能把佛法当作是你自己的 反正你是跟我不一样信仰 那是你的事不行啊 像我那天去住云林 老心在阻磊 ㄎㄎㄎㄟ 始終演讲就不错了 我就跟我们旁句子说 我没有什么事 你没有什么事 你们先去坐散席我再来坐 我不会坐那边断鱼 我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要应该跟他们交通 结果 這間吃這間吃這間沒在騙人 兩點八錢久住在那裡 那時候坐在那裡就不會跳了 我想怎麼會這樣 我說可能我們住在這裡 他怎麼扶不出來 他駕駛 不然我就要去 我說我的意思是我要帶他去 我說你們去跟他關心 我們不能說我們學分 其實忽然也是問說要怎麼消災 要怎麼消毒對不對 我們這個方法要去跟他講 說不用現在我們先來接近他的法 先來接受他 先來讓他快樂 先來給他清晰 他就很開心 原來你們佛教徒這麼謙虛對不對 師父啊來 哎呦 電視又沒看到 他出名 我要來學你不要說 對不對 我要來知道 你不要跟他講一下 我有什麼看點嗎 我有什麼要改進 因為你是神啊 你同就也了解我 我如果沒有看點 沒有你也看到我油點 你也好 所以我想各位要不要不理人家 這個牽灘就是你不努力啦 隨便啦 我不會說跟他說 甚至還跟你問 當然有些人問我 有時候是問的太超過 我覺得重點講一講就好 我不是說 你就是變成依賴我 那也沒意義吧 所以 遠離法的牽灘 六者不做藏法因緣 那千萬不要去障礙到別人 任何世間的善法都是佛法 只是說 我常問人家說 你想成佛嗎 那你更要廣學一切 不要看不起神明啊 不要看不起任何的宗教 你要對天主基督教回教 各種宗教都要慈悲 要了解他們呢 但是 至少不要去障礙到別人呢 七者 無不實語 千萬不要講虚 就是欺騙的 不實在的 所以 你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說啦 八者 射受大乘之法如說能行 與比授辭大乘人所起尊重心 太重要了 大乘菩薩要多去學習 別人如何行大乘的行為 所以各個都有它的優點 那既然我們講給別人聽 我們自己要做到 理外如一 所以 你不要叫人家不要生氣啦 要慈悲啦 結果你自己脾氣不好 然後錢都拿不出來 那你這個騙人啊 就像每次他們在供養 我都會供 我要供多一點 我要度我徒弟 你看師父錢都擠出來呢 你也要拿出來 大家一起拿出來 出家人更要供養出家人 不能出家人只坐在那邊等別人供養 你不供養出家人 那你有完全沒有福報 所以 而且對真實在行大乘佛教的 又悲心的人 我們要當作佛一樣的來鼎禮啊 來禮拜啊 久者 與彼受辭大乘人所 為賤入大乘故 起清淨想 所以 我們既然發起利他的菩提心 那我們要去 接近那些發菩提心的人 讓我們能夠 完全的進入永不退轉的境界 深入大乘故 與說法人起師尊想 這一點很難啊 這個人真心在講大乘法的時候 你要當作他就是佛 他就是佛 替佛在為眾生說法 要起這個信心 這在藏傳佛教做得很好 對上師起佛的觀念 但是上師畢竟還不是佛 我們只是學他的優點這樣 所以 如果你把大乘的上師 他是一種佛的思想 佛的心來替我們講 但上師畢竟還是個肉體之身 他還是有他的不得不的生老病死 但是有一個人問我說 師父 我師父還俗了 結婚了怎麼辦 他講的是大乘佛教 你拿來用就好了 因為我們要的是那個法 叫依法不依人啊 所以先把他講的 你沒做到的先做到 來感恩就好了 所以菩薩若修如是十種法則 即得不忘是菩提心 所以太重要了 各位我解釋的不是很好 但是每一條你都盡力去實踐 第六十三有沒有興趣 要不要看自己的過去世 我很有興趣啊 我每次到哪裡就問 你看了你知道我前世嗎 我就問這個而已 因為我想了解我自己 哪裡做的不好 哪裡做的好 對不對 因為了解自己 也可以讓自己精進有慚愧心 也讓自己有信心 所以但是各位一定要的 因為你有了解自己 到了解眾生 老實說了 現在很多通靈的 或是說有神通的 大部分都是外力加持他 比較有菩提心就是有護法菩薩加持他 這個也不錯 護法菩薩加持他 會站在一個空性悲心來回答問題 但是如果真正我們要找到的是 他自己已經有究竟的了解自己 累劫累是在什麼 他透過實修了解自己 而也可以了解別人的自己 這個才是最偉大的 佛的神通啊 但是一般他會說 我可以告訴你什麼 但是我不了解我自己 這樣 當然這只是個參考 所以我們唸一下 希望大家都去實修 但實修不要求這個 這是個自然的 自然的 菩薩如何修的宿命通 當然啊 過去的祖師大德都有圓滿的宿命通 所以它叫祖師大德 那這個宿命通 它只是告訴人家 自己的修行的苦的過程 以及讓別人學習的過程 甚至讓沒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而已 菩薩若修十種法者得宿命通 何人為時 一者供養諸佛 二者奢侈正法 三者修持境界 四者除疑离掌 五者多生歡喜 六者多做觀想 七者常住定心 八者身處清靜 九者常受化身 十者得名利事 特别最後一條我要解釋一下 你要得宿命通 他心通的人 你的六根反應要非常的清楚 而且維系 明有力 你對世間的一切 這個四是講的是 對世間的感應 你要非常的清楚 你千萬不要查查 搞不清楚 什麼時間做什麼事 你都要很清楚 當然就不要看後面 不要看前面什麼宿命通 光這十條是每個人本來修行就要做的 但這裡面要強調 常住定心 多做觀想 所以各位要經常觀想極樂世界 觀想地獄的苦 要做這些觀想 那一元成熟 他自然慢慢開發 再來請翻到九十六頁 天黑了 九十六頁 大乘佛教 希望我們大家為了成佛能夠往生净土 但是為了要成佛往生净土 你要追求上品往生 甚至上品上升 而且要得到十方净土 都可以往生的資格 所以菩薩若修十種法則 得身清淨諸佛 岔土何等為實 以我的概念啊 我認為一個菩薩 所有净土他都要去過 雖然他自己 可能自己沒有宿命通說 知道他在净土 但是他有這個絕受 對净土他去過 他很有信心 就像各位你去過台東 別人談到台東 你自然會講 因為你去過台東啊 對台東對你來講沒有什麼痛苦啊 因為你去過了這個也沒什麼 好去 等一下我想一下 台東長什麼樣子這樣 因為這是自然就在你心裡面 我去過台東 所以講到台東 我對台東的景象很有信心的 自然流露 那所以一個菩薩 他應該對所有的净土都要周遊過 所以就像你去阿彌陀佛净土一晚 那你會去周遊十方諸佛的净土 所以對你來講一集一切 你對所有净土都很清楚 信心 那十種法得諸佛净土呢 一者聚戒清淨 不斷不雜 富無染污 戒行成就 就像各位今天 守八萬災戒 守五戒 樣樣的清淨 不斷不雜 所以不會有染污 就像各位今天晚上 千萬不要去吃東西 對不對 晚上 慈戒該怎麼守 你就要全部守好 既行成就 當然 你是中品戒就中品身 八萬災戒 你是上品戒 菩提心就上品身 二者行平等心 為一切友情 設平等方便 那我想 千萬不要把净土中 變成一種專宗 而變成一種 只有净土好 其他不好 這個是很可惜的 所以作為一個菩薩 那對所有的法門 我們都是平等的尊敬 因為所有法門 都可以讓他往生净土 所以我師父講得非常好 不管別人修什麼 我們都隨喜 因為往生净土是你的願 而不是每天就講净土 其他都不講 這樣又不好了 一個修净土的人 要能夠以平等心系 對待任何法門 而融入於他們 但是呢 又讓人家知道 最後這個人是 發言往生净土 他對我密宗這麼認真 他對我們禪宗這麼認真 他對我們天主教 也這麼一樣的慈悲 那這樣眾生 最後他也會隨順你 那這樣你也打開 你十方净土之門 為一切有情設平等方便 三者 成就廣大善根非嫌少故 所以各位要 要以菩提心 來廣修各種功德 不得到善根福德 往生任何淨土 都不得到善根福德 所以這個廣大善根 講的是菩提心 然後呢 茶花共果 各位都要去做 都要隨喜 所以像我自己在寫 往生排位 超度排位 我後面寫了四十幾條 每一條給他寫個一百塊也好 兩百塊 每一樣都要做到 那你怎麼做別人的模範呢 是者 遠離世間明文立揚等事 富不染拙 你對世間法看淡 不要搶要做位置 做助詞 做會長 做高高在上 所以有時候我到別的地方 去參加法會 為了那個排位子都快翻年了 我真不想去 我就坐在最後面 又把我拖到前面去 拖到前面去 後面又罵我這樣 因為我太年輕 我又不是老和尚 事實上我已經老了 我已經六十一六十二了 別人叫我老和尚 我還不太習慣 我跟我要老 因為我心還很年輕 但是有些人看的還真老 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法師 法師你七十幾的 我六十二我都不敢講 六十二怎麼看起來像七十五歲呢 你還修了真老 所以 所以有時候個人的因緣吧 但是各位對這些不要 不要 所以他看起來比我老 所以他坐前面 那就對了 不要去跟他爭這些明文立揚 所以人 男人都要臭屁 希望 好像我比較厲害 就比人家重視一點點 所以我個人不喜歡參加開會 不參加選舉 不參加 我不喜歡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啊 會讓自己去為達目的 不擇手段 這樣不容易啊 好 因為這個末法時期能夠遠離最好 無者 具於盡性無疑獲心 你要對佛所講的諸婆淨土的殊勝 以及往生淨土的各種的方法 要清淨的信心 一點都不懷疑 各位 有沒有極樂世界 有沒有妙喜淨土 願不願往生 很簡單 你只要念佛嘛 持咒嘛 做功德嘛 太好了 所以要有這個清淨信心去告訴別人 去告訴別人 別人看到你有信心 別人也會更有信心 六者 發情精進捨離懈怠 所以各位要 這個情精進不是說一直念佛什麼都不做 而是以平等心廣修所有的善根功德 所有的菠蘿蜜都要去做 我發覺我現在一直要鼓勵各位 多禪定 多看經典顯發智慧 所以我們台灣人 布施啊 沒問題啊 所曝光在界沒問題啊 忍辱 有一點問題啊 但是 因為你沒有修禪定 般若智慧 就不太容易啊 因為它 般若為道 你以智慧去做的布施慈戒忍辱 就比較圓滿 第七 聚修禪定無散乱心 打坐也可以 走路也可以 你都要保持正念 就像我坐在車上 我從不打瞌睡了 我想說 我不能在睡夢中往生淨土 別人開車 我都比它還會開 太緊太彎 因為我要保持禪定狀態 釣魚 我常說很喜歡很喜歡釣魚 釣得到釣不到沒關係 但是我認為能夠很專心呢 心裡就很平靜 但是現在學佛了 當然不會做這種 但是很喜歡很專心的 去思維經典 去 所以我叫各位怎麼唸 怎麼唸 怎麼唸 任何咒語怎麼觀修 唸經 唸就要怎麼認真 就像我聽他們在唸 我一聽就知道是他們是嘴巴唸還是心唸 這樣 所以你在唸經 可以唸快唸慢 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唸而表現出來 因為我唸這個 我的整個身口意已經融入在這個 寄語裡面 你唸出來就會有加持力 那一定要唸習好 八折 但是 大乘的禪定不是光不起心動念 而是不離開 不捨離眾生苦的背心 而發展成普遞心 而不要讓自己散亂 八折 修習多文而無惡會 所以各位要廣學多文 特別深入經障才不會 惡會就是說 執著我認為我的對 那就不好了 雖然你講的是佛法 現在很多人用禪宗來批評淨土宗 以淨土宗來批評密宗 依這部經來批判那一部經 你這種書最好不要看 這種人也不要接近 因為他不是善之士 久者利根利會 無按鈍性 所以不要打瞌睡 要專心 而且要看清楚 利根利會 根講的是你對的境界 會講的是你可以超越一切 看得清楚又超越它 千萬不要 蛤 你說什麼 鑰匙在口袋還在找鑰匙 你看這老了 你放下去你就應該要知道它在哪裡 所以各位這個要靠過前面的修行 包括禪定 廣行 此行 無損害心 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讓眾生離苦得樂 沒有一點點 對方就算傷害我 我還是回向給他 希望他早一點開悟 希望他不要被傷害 所以菩薩落修如是十種法则 極深清淨諸佛叉土 時間五點了呢 怎麼辦 請翻到一百六十四頁 跳坑快了 一百六十四頁 事實上熬了一天 這個時候最涼快 不要回去了 好 各位有人在看手錶書 舒服 Ti am 我每次在台北 他們一來了 師父今天早一點下課 勞菩薩時間到了 想家 他不想淨土 想家 所以 然後以後就這樣好了 勞菩薩四點可以走了 他就覺得很甘願 敬了兩萬 一百六十四頁 我們念一次就好了 這個是每一個菩薩都發這個願的 來 菩薩如何幫助眾生 菩薩若修十種法者 善知成熟有情之法 何等為時 一者 一者 應以諸佛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佛像 二者 應以菩薩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菩薩之相 三者 應以圓訣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圓訣之相 四者 四者 應以身文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 深文之相 五者 應以地勢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 地勢之相 六者 應以魔王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 極限 魔王之相 七者 應以泛王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 泛王之相 八者 應以 婆羅門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 婆羅門之相 九者 應以 差地利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 差地利之相 十者 應以 長者色相 而調伏者 極限 長者之相 諸有情等 應以如是 種種色相 而調伏者 菩薩極能 隨所應限 別役之相 所以各位你 你已經做董事長了 但是呢 看門口啊 掃地啊 剪止蟹啊 關燈啊 你都會 這樣就可以 而不是說高高在上 一個菩薩發菩提心 已經成佛 他不成佛 怎麼成佛像 好 但是雖然你有 你有成佛的圓滿 但是 要叫你做世間王 你也可以做 要你做魔王 你也可以做 要你做生意人 你也可以做 好 所以 要你做一個將軍 你也可以做 因為 你要配合對方 所以各位一定要 廣大圓滿 讓自己圓滿一切 那該視線什麼 就做什麼 不要 我常講 來唸一下 沒有個性 沒有血型 沒有高低分別 那你叫你做什麼 上台獎金 下台做工 修行人 像修行人 但是出了社會呢 我比你還會玩 但是我從玩來度 你可以了 要不要來唱唱卡拉OK啊 我比你唱得好啊 我要念 要不要來畫畫啊 我比你畫得好啊 要不要來寫書法 來比比看啊 你這些你都要學啊 你不能說 做個菩薩戴著怪怪的眼鏡 你不會戴眼鏡啊 什麼臉型配什麼樣 你不會化妝喔 你都要會啊 因為現在世間人 他喜歡看外表 對不對 看這個像 所以老實說 現在的社會變了 必須從電腦 從螢幕去看你的像 那你要顯現各種的像 你不能說 每天出來都一個樣子 還沒聽你說就先進去 我告訴你 你要顯現不一樣的像 所以我看過很多菩薩 他一下顯帝王像 一下顯禪定像 一下顯男人像 一下顯老婆像 因為老婆婆 奇怪 明明是他同一個人 為什麼他不一樣的時間 事實上人也會這樣 心情好就心情好的像 心情不好 那麟落落 那很難看啊 他的像也隨著他心在變啊 但是菩薩有這種空性 他是顯現對方喜歡的樣子 所以各位要發菩提心 配合所有 所以你要了解眾生 不然你怎麼顯現眾生喜歡的樣子呢 41 菩薩如何能過慎樂生活 各位要得到這種 沒有輪迴的殊勝的快樂 清淨的快樂 所以人雖然在五濁二世 就像在淨土一樣 有這種慎樂生活 而不是世間的快樂 欲望的快樂 有錢怕人家騙 漂亮怕人家強奸 太痛苦 那個不是慎樂的生活 所以菩薩若修十種法则 得慎樂住 你就安住在這種殊勝 當下的快樂 乏喜充滿 何等為時 一起念來 一者正直 二者柔軟 三者無殘取心 四者無稱慧心 五者無染無心 六者具清淨心 七者無粗曠語 八者斷慧厄語 九者常行忍辱 十者具善愛樂 很喜歡做善事啊 很喜歡關心眾生啊 但是我想各位 這意思你都懂了 但是你保持這個因 就能夠過這樣的生活 再來172 要不要長得漂亮 端正向好 端正不是漂亮 讓別人看到你的善良 端正柔軟慈悲啊 所以菩薩如何能得端正向好 那各位你一定要背 你要去做 你不能說我懂我懂 然後跟你又沒關係 一下又要罵人 一下又要幹嘛 還要去屁面 那你沒有在修行 懂有什麼用呢 所以我本來我以前要宣布說 我們各地方中心的聯絡人 這一本拿去看一下 我們給他評判你得幾分這樣 你做幾分 那你要做義工 義工至少要40分吧 怪怪的義工 你要做法師 這嚴格啦 你要做法師 你要做法師 念經要好聽 打坐要好看 走路要好看 心要好 因為法師是代表佛 那你要非常的勉強自己 法師不能有自己的個性 所以我們唸一下 來 菩薩 若修 十種法者 得妙相聚足 何等為時 一者 常修 極靜 威夷 二者 常修 無狡詐 威夷 三者 常修 清靜 威夷 四者 見者 皆生愛樂 五者 見者 皆生善相 六者 見者 無厭 七者 見者 樂意 八者 一切有情 見者 無愛 九者 一切有情 見者 皆生 歡喜之心 十者 一切有情 見者皆生 清靜之心 請注意 像我們有攝影機 我要告訴各位 做前排的 請你照顧我們攝影機一下 因為這個法師在攝影的時候 他們看這些人在聽法 他長得什麼樣 對不對 我也跟很多法師說 你們坐在這邊坐兩排 你不要東倒西歪 有人在聽 有人在錄定這樣 有人在看手機 這樣就是 這個會讓你下輩子 那個臉像手機一樣 平板的 所以 什麼樣的像 因為這個社會是 非常好積善也的 譬如說現在我們在講課 在拜佛 你很虔誠 攝影師拍到你 千萬人在看 哇 這麼莊嚴 還能有莊嚴 你一次可以活好幾世 因為太花得來了 所以我常跟我們攝影師說 你給我拍好看一點 拍不好看是你要負責的 我這個不好的像 你怎麼可以把它拍下來 放上去 全部人都看到我的不好呢 笨 還有人更厲害 拍好以後還幫我化妝 這黑黑的不見了 哇 你玩的 你生生世世沒雀斑 但是有時候化得太過分了 差不多就好了 那是因為這個叫影響人 因為你做個 你要端正相好 你要讓看到你的人都生起 愛樂相 善相 無厭相 悦意相 見者無愛 生歡喜心歇 清淨心 那你內外要如意 常修寂靜為夷 常修無狡詐為夷 常修清淨 什麼叫清淨 我必須解釋一次 八觀哉戒要保持清淨心 清淨是說 你一日一夜沒有貪嗔吃 一點都沒有 這才叫清淨 而不是說我八觀哉戒 我就反正我不去做壞事 但是你內心裡面還是有貪嗔吃 那就不清淨 那所謂清淨是你要了解 什麼是不清淨 我某一些念頭 某一些語言習慣是不清淨 我一點都不能有 那才叫八觀哉戒 那你何必保持不清淨呢 你已經知道清淨 何必明天不清淨呢 就這個意思 你要隨時保持這種空性的 悲心的 柔軟的 那不能有一點負面的信念 哪怕別人干擾你 這個都是一個助援 魔要來干擾你 事實上是佛要讓你消夜障 所以各位這些 如果你覺得你這輩子 不是端正像好 特別是我們女眾出家 我都跟他們說 女眾出家要託你女像 互相鼓勵一下 走路 聲音 眼神還像女人嗎 不好出家 因為別人身上看到你女人像 會讓他以為他是女人不是出家人 你也不能太男人像 那我們男眾法師也不能女人像 對不對 也不能阿哥你還要交女朋友啊 你還有色像 那不行啊 那什麼像 中像 不能不理 你不能讓人家顯現男人像 顯現女人像 那都不行的 因為大丈夫像菩薩像 那你要一直檢討我有沒有菩薩像 眼神不要亂怪怪的 語氣也不要怪怪的 都不行的 所以有時候我有一些信徒做錯了 看一些法師就 哎呀 阿拜你都亮著眼啊 做錯 你要慈悲沒關係 我來告訴他對的是什麼 你不能馬上平觸相就跑出來 對不對 不高興的眼神就跑出來 那你才能夠有端正像好 最后最后最后 最后兩條 來 請翻到 一百七十九 菩薩如何勤修福行 那既然做菩薩就是要福慧圓滿 那特別福寶很重要 所以 菩薩若修十種法則 而能勤修福行 常修諸善何等為什 一 隨地供養三寶 所以各位在家裡 在任何地方 在車上擺一個清淨地 每天供花 供水 甚至真的沒辦法供 觀想 隨分隨地供養三寶 二者 病苦有情 畏失妙藥 你會發覺 所以 釋迦牟尼佛 為什麼在最后才講這個 雖然我們講的前面境界很高 最後竟然拉回來世間的福寶 請你不要捨棄世間苦 三者 饑渴有情 畏失飲食 皆有的關懷 所以有貢身 布施甘露 燕貢 藥貢 各位每天都要上貢下施 但是用菩提心來做 勤修這些 四者 諸有情類若為寒熱所逼惱者 施其富戶 所以各位布施衣服 特別我這次去美國 光加州 光洛杉磯 就有五萬七千個遊民 沒衣服沒飯吃 甚至他們還結婚生了小孩 沒錢讀書 很可憐的 世界各地都有這個了 所以各位 買新的衣服 買好吃的東西 不要拿給它便當 在美國不能給 包裝好的 對不對 這些食物 因為你煮的便當 不能接受的 除非你是有 有這個廚師執照的餐廳出來的 可以 各地方各地方 你要去了解吧